現代人手機成癮的狀況嚴重 不少小朋友也沉迷滑手機 桃園就有議員要建議市府參考 歐美國家管控政策 訂定自治條例 限制七歲以下的兒童 不得使用手機 但是不定罰則 提醒家長要重視 救育局是回應說 將會規劃極所國中 還有小學來進行事辦 現代人忙碌 三西育兒科技奶嘴 已成普遍現象 手機成癮嚴重 可能造成精神疾病 視網膜剝離 暴力傾向等問題 桃園市議員蘇翠玲 在議會質詢 建議市府參考歐美國家管控政策 率全國之先 訂定自治條例 限制七歲以下兒童 使用手機 但不定罰則 提醒家長重視 我們中學生平均每天上網的時間 根據最新今年5月份的統計數據 每週高達32.2小時 比三年前足足多出了五個小時 主要都是家長把手機給小朋友 讓他們不要哭吵鬧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規範是一件事 但是能不能執行才是最重要的 在學習上面 有些人還是會用3C來做學習 所以說如果去炫製的太嚴格的話 有些家長我覺得應該會反彈 議員表示 臺灣雖然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3條 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兒童及少年不得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 但為針對合理時間進行規範 希望市府提出因應對策 市長張善政表示應該司法芬蘭 自六歲開始教導正確使用手機 也指示教育局衛生局等單位針對學生的行為進行調查 設法在明年蒐集完整資訊 在演繹自治條例搭配 循序漸進執行 接著張淑雲桃園報導